赢家看趋势 輸家看漲跌 大家好我是陳鋒 歡迎收看台股戰略家 節目開始 趨勢 各位 大盤今天這樣的一個 大殺 趨勢還在嗎 我想陳鋒已經心裡有一個底了 那這個底呢當然還是不斷的要透過 證據來堆積 這些證據呢 我不從國際的各個指標各個面向 來告訴大家 我們最簡單的 就用美國的廢城半導體來告訴大家 因為廢半跟 台北股市的關聯性 比較大 因為大家互相 都是供應鏈 所以 並不會 插到哪邊去 所以我想 在這裡 可能你要去思考一件事情 廢半的強不強 對於大盤的一個整體的一個狀況呢 我想就顯得特別重要了 各位有沒有看到 廢城半導體 在昨天告訴大家 3350點 是一個鍋蓋 那這鍋蓋能不能過 我想我在這邊先打一個問號 問題是到底止跌了沒有 到底止跌了沒有 那以止跌訊號來說我想 這一兩天的上漲 力道 不夠 力道不夠 那力道不夠呢 對應到今天大盤 開高走低 甚至走更低 各位這樣的一個直接的一個聯想 你就能夠聯想的到了 不需要看納斯達克了 也不需要看標普500 倒窮更不用看 就單看廢城半導體 所以在這裡 可能在做多方面呢 稍微要稍微 慢一點點 待會我們也會看看我們的股票 說實在的 沒有表現 今天甚至還碰到 停損架 出去 在萬八的操作 已經不是大家所想像的這樣 我買 就可以賺了 我買 就可以賺了 操作難度 非常非常的大 非常非常的大 因為為什麼 從12號開始 陳鋒發現量能真的是推不上去了 萬八的新陳鋒 終於到了 但大條件 大環境 整個的條件 不夠優秀 不夠優秀 光是美元指數呢 就一直漲 所以資金一直涌到美國 資金涌到美國 買了債券 股票呢 當然 狀況就不佳 所以1000 17400點的一個強力的底部支撐區呢 今天呢我們終於看到 被穿刺了 當然最後 最後有沒有順利的站上 有沒有順利的站上 我想有 是有的 站上了 變成17400多點 400多點幾點都沒有關係的 總之他明天就是不能夠再來了 不能夠再來的意思是 連穿刺都不能夠再來了 連穿刺都不能 那當然 這樣的一個賣壓 龐大的一個賣壓 我想 金融股 難辭其咎 但最重要的最重要的 還是這個資金的結構 輪轉不順 今天你不用看太多消息 今天你不用去看什麼新聞 都不需要了 現在新聞 更是不能夠看了 為什麼 不光是看第1類的航運三雄 各位 長榮的當事長也出來說話 陽明的當事長也出來說話 萬海總經理都出來說話啦 都說他們 第2季很好 第3季也不錯 第4季呢 稍微擋下來 那請問一下怎麼會跌停 各位去思考這個問題嗎 為什麼跌停 跌停就是外資走了 外資走了包括內資也走了 包括投信全部都走了 這個走 不會是只有兩三天或兩個禮拜 來做個修正結束然後直接往下關 一直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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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 漲 跌漲 跌漲 慢慢這樣下去慢慢這樣下去 所以為什麼我 說實在的陽明我們並沒有做多 也沒有做空 但為什麼要透過 台股戰略家這個節目 來告訴大家 因為我相信 還有很多投資人 在看陽明 在看長榮 在看萬海 認為會過前高各位現在還是有這樣的聲音喔 認為陽明會過前高喔 可是過前高 要嘛所有均線都站上嘛 這不是一個最穩穩當的嗎 這不需要什麼任何的 對未來的一個看法 也不需要去了解 公司到底有沒有過分的自信 對於前景有沒有過分的看好 這都不需要去了解 最簡單就是 我今天買進 是不是所有的人 都是賺錢的 還是我今天買進 所有人 這一季 都是賠錢的 各位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開口軟體來看一下 整體 的一個 航運股呢 到底 會有什麼樣的一個狀況 我們看一下 開口軟體 稍微等一下 所以你現階段 你還會去 看著新聞說 我們譬如說 買了貨櫃 買了 新的船隻 為了因應 2022年的一個 整體的一個 貨運量 你還會看這個新聞來買股票嗎 如果會就太恐怖了 各位 如果你會 你也常常 透過這樣子的一個 操作 來賺錢的話 你可能這在這裡 就要小心了 所以你們就很清楚的知道說 像陽明像萬海 貨櫃 買幾家 結果 我已經跟你講了 K線 已經透露出什麼 透露出它走弱了嘛 而且是非常非常的弱 連續 兩天 連續三天都提醒你 航運你都是不要買 不要買就對了 跌升反彈 會過前高的 就只有這種組合 沒有別的了 這種組合就是 直接要跟你崩跌了 直接要崩跌了 所以我會一再 再而三的一個強調 你航運你就是不要去買 所以今天很多 投資朋友 看到開高看到台股 在棄 在衝 他也做回買了 結果你看 這種的就是專門就是反彈一下 這樣堂上去 堂上去 上面都脫掉了 都沒來啦 又下來 又起來 又脫掉了 又沒來 又下來 這就是一種什麼 我們說實在 叫做出貨 這就是在出貨 但是這個出貨什麼 我跟你說 這絕對是外主的 頭戲也做回來 中石戶都做回來 所以你看 他最要 吐這個 我都跟你說 這可能都空端啦 這空端補回來啦 這都是空單的一個回補 空單的一個回補 都不是真正要讓陽明 一飛沖天的 洗盤 沒有人這樣在洗 跌停喔 洗一次就可以了 尤其是全子骨 沒有人每天都用跌停在洗盤的啦 那是要怎麼洗 洗到大家都也懷疑 不管裡面不管外面的 不管 高層的 現在我們股票是在怎麼樣 每天都在 起兩三天跌停 起兩三天跌停 所以現在 航運這個水 很深 很深 所以今天的一個拉抬 我告訴你 還是靠老大而已 這樣不健康 1跟2 2到1呢 輪動呢 都很不好 都很不好 那再來呢 台積電有稍微拉尾盤 那IC設計呢 我跟老大也稍微拉尾盤 重點在老大 重點在老大 當然內資股的 IC設計 并并教啦 我知道 并并教 但是沒有獲利嘛 有些都幾乎都是沒有獲利的 并教 那沒有辦法 尤其在藏錢 就是你的 你敢買就是你的 你敢買 萬八你敢 買 沒有賺錢的股票 你就贏了 但是記得 卡帝毛也有 你要跑得快 老大都不行了 老大都不行了 我想 在這裡呢 不太適合 全部 的資金 來買台北股市 不適合 包括我們看金融股 也是拉尾盤 救一下他 拉尾盤 救一下他 所以不是什麼 這個啊 不是友達拉尾盤 在救大盤 友達那個沒效啊 友達我聽到跟你說沒效啊 24塊 跌破就沒效 老大都不行了 各位你會去看群狀嗎 你會去看群狀嗎 所以 問問東京奧運 可以帶給 友達 帶給群狀 什麼樣的特別的一個利多了 那都沒效啊 那都沒效啊 所以封測呢 那我們看一下封測呢 有封測稍微拉一下 有稍微拉一下 3711的日月 投控 稍微拉一下 機台都沒辦法 喔機台都沒辦法 包括 紅海 各位紅海真的是 117.5 都沒有站穩的一天而已 一直滑 現在到112.5了 我告訴各位投資朋友 紅海呢 暫時不要摸了 紅海你暫時不要摸了 暫時不要摸了 你要低階的一個點 還沒有到 還沒有到 所以台北股市現在是內支在主導 內支還不是投信喔 我這樣講你就懂了 內支還不是投信喔 所以現在股票 你要去找 有題材的 我告訴你 有題材的也是 也是很軟啊 有題材的也是很軟啊 這我們的股票啊 這我們的股票啊 還是很軟啊 你覺得說 今天陳鋒是在怎樣 今天我的股票 真的都沒有表現 唯獨只有一檔IC設計 跟 一檔 車用電子 有稍稍有表現而已 稍稍有表現而已 當然狀況還是得看明天 只是陳鋒告訴你 現在的18000點 已經不像過去13000 創新高 還有機會再往14000 14000再15000 15000再16000 17000 18000了 這光景可能要稍微稍微 修正一下了 所以你看 這個有營收的 實在是 很歐啊 這種股票 才不會有那種 跳空跌停的 但是 事實的狀況就是這樣 表現不如意起 表現不如意起 包括這一檔 封測 外主來 他要買 除了3711的日月 投控他會買 這檔他也會買 這檔他也會買 毛利率38.1 各位這種成長 不是一般 阿國阿貓的公司 能夠短短的兩年之內的一個蛻變 這是真正有實力的 結果呢 停順 停順你沒聽錯 毛利高 外資都在今天大賣了 沒有辦法了 沒有辦法了 所以我常在講一件事情 各位 我不知道你怎麼看待其他的專家 我不清楚 但陳鋒告訴你 必須要守什麼 紀律 7月15號 我們用最嚴格的一個標準 來告訴大家 18000點 我們停損 並沒有射很遠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射太遠 沒有辦法說 10塊買進 假設了 一個比例的 比例的一個舉例 10塊買進 那我們8元 才停損 可能9.5 9.4 我們必須要有所 取捨 因為行情 大盤的一個狀況呢 說實在話 詭譎多變 但是怎麼變 其實陳鋒有個底 所以必須要把這樣的一個 停損或者是買股票的節奏呢 稍微放慢 但是有機會 又不得不出手 所以這是一個 很難去拿捏的 但是我必須要在這個節目 我必須要在今天呢 有所行動 這就是我們的行動 賣 嚴格執行 賣 嚴格執行 所以投資朋友 如果你有 航海王 你有鋼鐵 你有任何 陳鋒之前 告訴大家 這個股票 可以賣 那你破季線的時候 你有沒有勇敢 執行你的 停歷 或者是停損 你有沒有勇敢 所以你必須要在這個時候 你也要 調整你自己的腳步 不然 你會在這裡 滅頂 你會在這裡滅頂 所以我們團隊呢 在今天調整一下腳步 要算 大家來算 內置股 來吧 來吧 去年6月 董堅2.4萬的股票 買下去 整個持股比率呢 翻一倍 從5月份的15.6 直接跳升到31.3 好友 好友Guds 2.4萬張 好友Guds 直接就讓持股呢 10張有3張 都在自己的口袋 而且這股性很活潑 股性很活潑 所以這樣的股票 前兩大股東 又是 今天 或者是 這一兩個禮拜呢 財經節目的 每天在提到的 每天在提到的 我先不告訴各位是誰 因為他要過錢高了 因為我必須要靠這一檔來告訴大家 整個大盤的結構在調整 陳鋒必須跟著調整 就是這樣 所以我沒有拘泥在說一定要怎麼樣 一定要怎麼樣 我面對這樣的一個 狀況 我必須也要嚴格執行 因為 分析師跟投資朋友 其實都是一樣的 但是唯一不一樣的時候呢 遇到錯 遇到不對 怎麼樣那一刀砍下去 那一刀 殺下去 就是如此 我要讓各位投資朋友去了解 什麼叫台股在一萬八千點 不管面對是對的還是錯的 一個正確的態度 是什麼 今天透過這節目 我講出來 可能很多投資朋友 會不認同 啊你這不好 沒看 不敢看 但我還是把正確的觀念 透過這個平台 透過這個節目 透過因為我是分析師 我告訴大家 這裡的一萬八千多點 投資朋友 一定要特別特別的小心 我現在已經來到一萬七千 400點了 距離一萬八 已經好像有點越來越遠的感覺 但狀況 實際狀況要怎麼走 我想投資朋友 持續鎖定 台股在那家 最新的 讓大家知道 什麼股票不能摸的 我都會在節目裡面 一一的 點名出來 希望投資朋友 都能夠 閃過 台股 的一個大地雷 不要受到 重傷 還沒有加入我TG 還沒有加入我的Line的 趕快 來做一個 加入 今天的節目 就到這裡 台股戰略家 明天 我們下午 再會 拜拜 拜拜 本公司已望着 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其餘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至財無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控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判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